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的经句 是建设而起因心者 抱在妻女 今天是下一句 从这两句经文 让我们体会到 我们跟祖先跟后代 是一体不可分的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孔子的后代 两千五百多年 这么兴旺 子孙 都是得到祖宗的辟印 易经又说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庆 我想没有人愿意 获言子孙 但往往因为不明理 顺着自己的习气 才照做伤害自己 伤害子孙的罪孽 祖子孙虽云 经书不可不读 不懂道理 是人生最大的祸患 因为会不自爱 又不爱人 像这一句经文讲 宁愿而用暗箭 获言子孙 首先 这个逆 是怀在心里 放在心里 把什么放在心里 把怨恨放在心里 这样的人 不是每天很痛苦吗 所以人傻 傻在哪 糟蹋自己 明明可以做圣贤人 非得抱着怨恨 每天在那里痛苦 人要学经典 才会开智慧 别干害人害己的事 要干利人利己 爱人爱己的事情 而用暗箭 常常都要在那里算计 要报复 你看在佛门 一进三门 布袋和尚那个相貌 大度能容 再来呢 笑口 常开 那就是 什么都能包容 平等 爱护一切人 相有心生 能有这样的相貌 这么庄严 大家想一想 假如是 小鼻子小眼睛 每天在算计别人 那个眉头伸锁 可能那个苍蝇不小心 都会被他夹死 其实有时候人 要当当盘观者 自己在 人与人相处当中 有很多烦恼 突然冷静一下 跳出来 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 怎么样 哎呀 何苦来啊 干嘛顺这些习气呢 所以应该是 要转变心念 转变人生的态度 人要能转得过来 首先他要 明白道理 理得 心就安 老子松留很多好的教诲 说道 日日是好日 时时是好时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大家相信吗 看大家没啥反应 为什么说 要先问相不相信 人的善根要增长 首先信是根本 不相信就不会照做啊 那因为要照做了 那个体会才会越深 智慧才会越有感悟 你不相信了 我们该怎么烦恼 该怎么错误去思考 依然顾我 现在相信 这一句教会很好 传了几千年 应该不会骗人 怎么来过人人是好人的日子 事事是好事 自己怎么感觉 每天都不如意 好像每一个人都对不起我 怎么跟这些经济差这么多 我们之前学的是了凡事训 了凡事训把很多人生的哲理 讲得很透彻 用在我们当前这一句 人不应该逆怨 不要把这些怨恨放在心上 应该把怨转成什么 转成感恩心 你说他对我不好 我还感恩他 了凡事训说的 是之无过救 而横批恶名者 子孙往往作发 他对不起我 我没有错 没有过失 还被人家毁谤侮辱 子孙会作发 子孙都作发了 自己呢 积善之家有余庆 自己福更大 所以毁谤我们的人 是把福气送给我们 跟送给我们的子孙 所以人家毁谤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明理很重要 你明理了就不会痛苦 不明理就 在那钻牛角尖 钻到吐血 没人可怜 为什么 学了不照做 自讨苦吃了 所以事事是好事 是真相 转个念 危机就是转机 烦恼就是菩提 所以谁有福气 听圣贤 听老祖宗话的人 有福气 当下就得清凉 不会痛苦 那不听话呢 俗话又提醒我们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地址规里面 都有这种 事事是好事的教诲 见人善 其事起 见人恶 内省 他也在教育我们 所以遇到恶人 我们也在增长 我们的德恨 他的错 我们不能犯 那是增长你的修养 怎么会痛苦呢 怎么会跟他对立呢 怎么会气得牙痒痒呢 所以痛苦都是制造的 不能怪他 这叫凡人 忍辱可以克制怨恨 惩恨心呢 这个凡人就是 反过来反省自己 观照自己 还有 慈人呢 假如我们的慈悲利构 看到一个人 身为天地人三才 还在造作恶业 不只不会跟他生气 还会怜悯他 身为中华儿女 有五千年的智慧 他没学到 还在那里 每天呢 害人害己 那不是很冤枉 所以会怜悯 不会对立 还有一个是习人 人家对不起我们 我们内心还能欢喜 为什么 他送福气给我 再来呢 他来给我考试 看我修养够不够 所以我们怀着一个什么心呢 看一切人呢 都是老师 只有自己是学生 哪有说在埋怨老师的 老师是来成就我们的 来看我们的修养 够不够 过不过得了关 所以对于来给你考试的人 恶意对你的人 不会生气的 不会逆怨的 当所有的人 我们都能体会 都是来成就我的 那不就人人是好人 所以学到这一句 我们提醒自己 别好日子不过 偏偏要折磨自己 就不好 那我们懂得 用这样的胸怀 来处事待人 你的下一代 绝对是乐观的人 在你周围的人 慢慢接触 也会觉得像你这样的日子 比较好过 慢慢就生修而后 加齐 加齐而后 过自偶 人这一生的价值 就从修身 正极去化人 就达到很好的价值 我们看这个 诸子自家格言 全篇在谈自家 但看每一句的内容 都是谈什么 修身 修养 可见根本在修身 那历史 是一面镜子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在宋朝时候 有一位名相 叫王诞 他 大公无私 一心畏国 有一个官员 姓卢 这个卢某 有一天就拿了一百两黄金 要来贿赂王诞 希望走走关系 给他升迁 当然王诞很正直 就告诉他 这些重要的官职 不是靠这种方式 能做到的 不能以私费功了 就拒绝了他 结果他回去 就怀恨在心 每天用咒语 在诅咒王诞 早一点死 所以有一句话说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 他用咒语去咒人 最后这个不好的能量 会怎么样 回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打人就是打自己 骂人就是骂自己 今天去打人 人家记住了 迟早会抱这个丑回来 所以理智的人 绝对不去做害人的事情 抱在自己 最后会抱在子孙的身上 结果他 诅咒王诞 没多久 在梦里就有神明 苛责他了 这么忠贞爱国的人 你还用这种恶意 在对待他 结果他醒过来 没几天 就死掉了 这是宁愿去诅咒人 都是这样的果报 在唐朝 唐玄宗时代 有一个宰相 叫李林辅 有一个成语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叫口蜜复健 嘴巴讲得很好听 跟人家都好像 很恭维 但是内心 肚子里藏了一把剑 都是暗中 在算计别人 这句成语 应该就是讲李林辅 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成语 都有历史典故 这个确实是渊源流长的文化 而历史像一面镜子来提醒我们 因为他是李氏的中亲 跟皇上是亲戚 又特别会逢迎八截 所以他很快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那就怕自己的权力受影响 看到有德行才干的人 他就嫉妒 怀恨 会算计他们 结果后来因为积了太多的恶 有个官员就告他二十几条的罪状 这些罪都不小 当然这个官员也是很正直 因为李林辅已经是祸国殃民了 读书人有时候奋不顾身 来举发这些恶人 结果李林辅没有反省 居然还以莫须有的罪名 诬告了这一个官员 把他活活给打死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 他造的恶也是恶贯满盈 死的时候是七孔流血而死 结果他死后 因为生前跟杨国中有过节 杨国中就挑说安禄山 让安禄山去告李林辅 谋反 谋反罪很严重 结果皇帝就下旨 把他的尸体挖出来 给他碎尸万断 然后他所有的家族 所有的亲人 全部都流放 到边疆地带 祸言子孙 所以这个口秘附建 最后的果报是这样 所以老祖先提醒我们 带人宽厚 量大 福大 不要计较 不只中华文化这么教儿女 在我们 在我们向伊斯兰教的教诲中 一如是 所以俗话说 英雄所见 略同 不管是东西方的圣责人 他们通达宇宙人生天地的真相 都知道应该怎么来做人 像伊斯兰圣讯里面讲到的 在憎恨与喜悦的日子 说公道话 人随时随地 不要意气用事 接济于我断交的人 他跟我断交 我还是跟他和睦 接济他 帮助他 才有厚道 照顾与我绝情的人 这也提醒我们 他对我绝情 但是我们对他还是有一份情意在 大家想一想 人与人会绝情 必然是前面先有情意了 最后因为误会 或者因为一些种种的事件 才造成这个结果 所以人假如念 这些过往的恩德 把这些不愉快都放得下 破镜都可以重圆 都可以化解掉 尤其老祖宗留一句话说 冤家已解 不已解 冤怨相报 何时了 想开一点 别跟自己这一辈子 甚至于下辈子过不去 在湖南广西交界 有一个平阳乡 一个乡人口不是很多 这个平阳乡里 有一百多个人 记得他的前世 我们看电视台播出来的节目 叫再生人 你说一个两个记得 已经很特殊了 他这个乡里面一百多个人 大家上网去都找得到这个资料 他们记得前世的家 前世的语言 前世的亲戚朋友都记得 这很特别 尤其有的还记得 前世谁还欠他钱 所以在天底下 没有占便宜的事情 也没有吃亏的事情 冤有头 债有主 还是得还的 所以明里的人 不再跟人结怨 不再占人便宜 所以西方的非常多科学家 也用科学的方法证明 人有来世的 那就更要清楚 不能跟人家结怨 没完没了的 人家一结怨 讨债都没有讨刚刚好的 越讨越凶 你看现在的人脾气又大 一点小事就 就闹出人命来了 这个很危险 好 所以伊斯兰圣教里面 假如用这种胸怀处事 一团和气 再大的怨恨也能化解 照顾与我绝情的人 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 他都对我不忍 那我能对他不忍吗 那假如我们 他对我不忍 我对他不忍 最佳一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读过圣贤书了 他没读过 那他没读过 我还跟他计较 那我也没度量 所以先人不善 他的父母 祖父母 这几代人没有学 没有学 你还跟他计较 那我们不是白学了 无有余者 殊无怪也 没人告诉他 不要怪他 应该透过我们自己 好好做 感化他 让他对中华的经典 有信心 这样就对了 要转 要化 化敌为友 化愿为亲 学圣教就要学出 这样的胸怀跟功夫 那人 会产生这种怨恨 是有根源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呢 从不怨人的人 你们都没有反应 那代表现在 大家怨气十足的现象 比较多了 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 顺王 一生不怨人 连父母 要伤害他 他都反省自己 所以人会怨人 根源 可能内心 本来还有怨父母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所有处事当中的 不好的习气 很可能都出在于 我们对父母 就是错误的态度 孝经告诉我们 爱亲者 不敢恶于人 敬亲者 不敢慢于人 所以亲亲 亲爱自己的父母 推而广之 就是爱一切人 亲亲而人明 人明而爱物 再从爱一切人 推广到 怜悯一切的 生命 这是人 从孝道当中 孜孜然然 延伸开来的 仁慈不爱 所以不能仁慈不爱 根源在孝道有亏 假如真的 好好落实孝道 很多的习气 都能够改过来 大家不要小看 入者笑 短短一段经文 我们所有处事的病根 解药都在里面 亲征我 孝方弦 父母误会我们了 我们还是完全地孝心 没有丝毫地埋怨 这个修养就建立起来了 假如我们有烦恼 转不过来 把入者笑念几遍 应该就找到解药了 接着我们看下一句 家门何顺 虽雍孙不济 亦有余欢 国客早晚 即难妥无余 自得自乐 这两句经文 最后的两个字 欢乐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的人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亲戚朋友 我每天这么认真的工作 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痛苦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冷静想一想 从我们自身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有缘人 大家 一日复一日 一年复一年 2014年又过了 很快 小时候 记得念小学的时候 觉得一年怎么过这么慢 怎么收压税前的时间还没到 现在上了中年 觉得一年再过好快 所以科学家 包含经典里面说 时间是假的 有道理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它不是真实的 但时间却是宝贵的 我们一年过一年 一日过一日 我们真的有越来越快乐吗 依照科学家的统计 人是越活越笑不出来了 所以这两句话重要 努力有结果 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他把方向搞错了 他把目标搞错了 本身那个目标 就是让他越来越痛苦的 他再怎么努力 还是往痛苦 比方现在的人 所谓的享乐 他就是追求欲望 已经注定他越来越痛苦了 那还用说 因为老祖宗说 欲是什么 深渊 他只能越陷越深 怎么可能会快乐 可是他每天很努力赚钱 都花不够 现在下一代很会花钱 二十几岁的人很会花 都留不住 因为他太奢侈了 重欲了 游色 反减难 要再变节俭就很困难 那这两句 很重要 决定了我们 是不是正确的目标 是不是人生会越来越充实 欢乐 第一句讲到 家门和顺 一家和和气气 长辈 慈祥 晚辈 懂得顺从 恭敬 那整个家是一团和气 虽然 庸孙不济 庸是早饭 孙是晚饭 不济 就是三餐 不是很宽裕 吃得不是很好 但亦有余欢 虽然物质享受 不算是很好 但是精神 人和家庭的气氛 是让每个人 不管是成长生活 都是很愉悦的 其实现在 这些精具 我们拉到 我们这两三代人 的人生来看 就很有体会了 三十年前 物质生活 比较不好 是吧 那请问大家 三十年前的人 笑容比较灿淡 还是现在 再来三十年前 父子关系 比较和乐 还是现在 三十年前 兄弟姐妹的情感 跟现在比起来 不一样 可是现在的人 物质 享乐比较好 结果享乐 好了 兄弟姐妹 因为财产 告上法院 冲突不断 哪有余患 因为人的贪心 越来越增长 以前的人 物质缺乏 很惜福 对于亲戚朋友的帮助 念念不忘 感恩性 有时候 家里也不是很宽裕 刚好买一支冰棒 六七个兄弟姐妹 一个人咬一口 那个味道 三十年后还记得 你看现在的孩子 一吃 还花钱 连吃三四支 最后就 好了不要吃了 难吃 还嫌弃 所以 内心快不快乐 跟物质 丰不丰沛 宽不宽裕 不是有绝对的关系 什么决定的 心决定的 所以这两句 提醒我们 什么才是人生 真正的快乐 人不把这些道理想通 在现在这个功利主义 不随波逐流 不照着这个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去走 也不容易 唯有自己真的脑子冷静 清楚了 才能够不被污染 孟子告诉我们 君子有三乐 第一乐 第一乐就是 父母聚存 兄弟无故 有父母可以奉养 兄弟姐妹 都很长寿 聚在一起 子孙和乐 还可以画画 五十年六十年前 小时候的情境 这是天伦之乐 这个跟性德相应 第二乐是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觉得没有对不起上天 也没有对不起人 良心过得去 好吃好睡 这是人生的乐事 现在的人不好吃 不好睡 还吃安眠药 还要看精神科医师 这个就很痛苦了 第三乐 得天下英才和交织 去成就他人 以至于为团体 为国家民主 成就人才 这是第三乐 这个后面有 读书自在圣贤 非图科地 为官心存军果 起祭身家 为官者 上位者 不是只有想着 自己身家的快乐 更重要的 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 为国家举财 培养人才 为自己的团体 敬忠 最重要的也是 发掘人才 培养人才 人才才能成就事情 好 那我们知道天伦之乐 那这个家庭的气氛 要怎么经营 才能何乐 你看所谓家和万事心 何气生财 有财富 有好子孙 人世间 所谓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一个何乐的家 他在感召 因缘 不管是婚姻 不管是事业 他就能感召好的 所以有德 持有人 有人 持有土 感召的原理很重要 是吧 那每天吵吵闹闹 会去赶来一个 很好的 事业合作伙伴 会赶来一个好姻缘 这个也很困难 那怎么来达到 家庭的核顺 中国很多的词语 就给我们启示 和平 和爱 和静 这些词都放在一起 和谦 谦和 这是有道理的 怎么达到和呢 平等对待 就和睦相处 你对人不平等 人家就 要抗议了 要抗议了 明朝正联 他家族够大了 超过一千人 有个故事叫 正联税礼 他是大家长 带着一千人的大家族 却很和乐 这各宗的学问 我们要去体会 现在小家庭三个人 四个人还常常吵 人家一千个人都能和 皇上呢 看到他家族这么大 能和谐也很佩服 赏了他两颗水梨 可能也顺便考考他 我看你两颗水梨怎么分 一般心胸不够宽阔的 赶快偷偷摸摸回到家 把自己轻生的孩子叫到房间里来 然后锁在门口 你们赶快吃啊 不要被看到 但是你看正联的胸怀 他回来非常从容 交代下去 来 把两个最大的水缸搬出来 里面都装满水 把两颗水梨一边放一个 把这个水梨整个集碎 这个梨汁就渗到整个水缸里面 然后来 每一个人喝一碗 很公平 大家想一想 跟正联关系比较远的亲戚 会非常感动 这个长者带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自己最轻的孩子呢 更让他学到 处在团体当中啊 不能 去分别 都要一样的关爱照顾 甚至于啊 越轻的人要越严格 因为关系密切啊 你少给他 他又不会跟你断交 断绝关系 但是从此也教他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啊 要舍己为人 要有这种宽广的胸怀 所以这个是平等对待 正联是个好榜样 那和爱 要用爱心 尤其家人 亲戚 有困难的时候 不能排斥 不能舍弃他们 要给他们温暖 那这样家族就何乐 还有何敬啊 恭敬 不能傲慢 不能因为学历啊 相貌啊 收入啊 地位啊 就瞧不起家人 这很要不得 要恭敬 尊重他们 感恩他们 要谦虚 何谦 谦虚啊 就给人一团 一种祥和之气 推崇别人 肯定别人 这是 怎么来和顺 而地址规当中 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诲啊 跟家门和顺 有很大的相关 直接的相关 财务亲 怨和深 言于人 愤之名 愤就化掉了 那细细想想呢 一般家庭 会产生的矛盾 冲突 好像跟 财务 言语都有关 所以这两句 能好好落实 离这个家门 和顺 就不远 在宋朝 有一位 女士 叫崔少帝 她嫁入 苏家 叫苏家 有五兄弟 前面四个 都已经娶妻了 结果这 取静的四个媳妇啊 脾气都很大 常吵架 有时候啊 还演变到 要打架 都有把 家伙亮出来了 这个想起来啊 看到这一段 觉得这个家 还挺恐怖的 结果这个崔少帝 要嫁进去啊 他的亲人 就很担心啊 说啊 这个假如真的 嫁进去的 会不会凶多吉少 结果 这个少帝 善解人意啊 怕家里人 担心啊 还安慰他们 说假如 是木 木头 石头 那我还没有把握说 能感动他们 但是现在我嫁过去啊 大家都是 人啊 哪有人不能感动的 当然 少帝有这种心思 他坚信人之初 信本善 其实连石头都可以感动 是吧 深功说法 玩死都点头啊 现在 江本圣医师也证明啊 一切物质都是 有机的了 他都可以接收到 人的意念 人的磁场 所以 植物 矿物 尚且能感动 更何况是人 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信心呢 嫁过去了 他 拿到什么 好东西 从娘家回来 这些好吃的 好用的 他都分给 嫂嫂 分给 这些 职儿 当婆婆在分配工作啊 这些四个嫂嫂 很不愿意的时候 她会 我是最后进来的 这个让我多做一点好 把这个工作也揽在身上 所以钱财不计较 多付出劳力也不计较 财勿轻人 那因为呢 这些嫂嫂之间呢 常常会有一些 谗言啊 互相的批评 毁谤 来给崔少帝讲 他听 也不反应 笑一笑 当对方啊 都在那里 批评 毁谤 我们没有反应 实在讲 讲一两次 下次他就不找我们 这个磁场不相应 他会一般是找那个一讲 两个人就越讲越火热那种 讲看我们笑一下 没反应 他也讲不下去 他为什么讲不下去 人其实都有良心的 批评别人 看对方没什么反应 自己也有点心虚的 那他的仆人 假如跑来啊 跟他讲啊 这个 他的这些 嫂嫂有哪 什么不好 他就处罚他的仆人 然后带着他的仆人呢 去给他嫂嫂道歉 我看这个动作 可能现代人做不出来 看起来好像很无情 事实上是在真正成就 他这个仆人未来的幸福 这个仆人十几岁啊 以后还要嫁人啊 他假如不改掉这个 言语当中啊 去传这些 闲言闲语的习惯 他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 所以有见识的人呢 在教育孩子 在教育他的仆人 他是看很远的 所以从少帝啊 这些他的修养行持 一般来讲 喜欢占小便宜 然后呢 不喜欢干活 喜欢讲禅言 喜欢听这些禅言 是一般人的习惯 但是少帝啊 他都能够啊 守得住他做人的态度 不受这些影响 也做出典范来 还有一次是 他抱着一个小侄儿 还很小 他抱在怀里啊 他刚好那一天可能是什么 节庆啊 穿着新的绸缎的衣服 结果那小孩杀尿 那他嫂嫂看到了 自己的孩子 就是把尿杀在 这个无审的身上嘛 就很不好意思要赶快去把他接过来 当下这个动作 当下这个动作很可贵啊 他马上制止 他嫂嫂 你不要急 不然会吓到孩子 他把谁放在心上 把这小孩 有没有把自己漂亮的衣服放在心上 没有 我想当下 这个孩子的母亲啊 敢不敢动 很敢动 假如这样的事情 常常出现 那哪有不能感动的人 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嘛 所以差不多一年左右 他四个嫂嫂说 我们这个无审是大贤人 我们跟他比起来 真的不是人 惭愧已经都起来了 无审大贤 我等非人 所以读书人 针对崔少帝这样的行词 说道 说三争三让 天下无贪人 人家争 我们让他 这样让了三次 对方就觉得羞愧了 就你是君子 都是我做小人 慢慢地就感化过来了 三怒三笑 天下无凶人 对方无礼 发脾气 我们不跟他计较 跟他 微微一笑 这样几次之后 他也不好意思了 所以从这一段话 也提醒我们一句格言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自己的沉心还不够 沉心未知 天下无不可沉之事 只怕怨力不坚 所以行有不得 反求自己 这个是上一句 告诉我们 人生 真实的乐 不是外在刺激 是内在 自自然然涌出来的喜悦 叫天伦之乐 因为笑剔是我们的天性 下一句讲的 国客找完 即以囊陀无语 自得自乐 国客是指纳税 每一个国民都有纳税的义务 早一点把该缴的税 缴了 净了国民的义务 即使 这个朗陀无语 朗陀是指钱袋子 这些口袋里 没钱 没什么闲钱 但毕竟 敬了自己因敬的本分 所以良心很安 叫自得自乐 所以这一乐就是 对得起良心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我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国人 我敬了义务 这一句经教 告诉我们 不能偷税漏税 要尽我们的本分 道义 因为税收 是整个国家 最重要的财政收入 有了这些税收 才能很好地去 造福于全国的人民 不管是用在国家建设 下一代 这些种种的开销 都是从纳税来的 记得 小时候的记忆 就看到父亲 那时候纳税 好像在计算自己 应该缴多少岁 那个纸 我的印象很大 每一次到了那个日子 就看到父亲在那 很仔细在那里算 留在自己内心 就感觉 父亲是很 重规重矩 很守规矩 来纳国家的税收 无形当中 孩子会对父亲 肃然起敬 而且也会学到 这个重要的态度 假如当父母的人 都在那里 投税漏税 上行怎么样 下校 这种现象有 这一家人还觉得 他很聪明 占了便宜 所以不明理 是人生最大的灾祸 因为会造作很多 很难弥补的罪业 尤其偷税漏税 是非常严重的罪过 因为俗话讲 冤有头 债有主 今天你纳税 这个钱是国家的 你偷税了 等于偷了国家的钱 那假如生在中国 那这个偷税就麻烦 谁是债主 十几亿人 有一句俗话说 一事为官 九事牛 他当官 那托国家的钱 九事当牛 来还 这些 老祖宗留下来的话 都很有含义 所以真正 明理的人 绝不干这种傻事 小人冤枉 做小人 而且干了以后 也很怕被查出来 那不是常常提性吊胆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养不愧于天 福不做于人 所以君子乐得 做君子 该尽的本分 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好 但大家想一想 一个人时时都在 尽国家的本分 这个人厚福无穷 我们看到师长 曾经讲到 他以前在学校 当时候还是抗战时期 他们的校长老师 都非常的清廉 对国家的物品 都非常爱惜 当时候也很贫穷 后面 后半辈子 子孙都发达起来 君子乐得做君子 所以这个是 自得自乐 人一对得起良心 每天心情都是很愉悦 快乐不是外面刺激 决定都是从内心出来 那论语又讲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学习是快乐的 但是现在的人怎么觉得 学而实习之 不亦苦乎 那这个铁定学错了 所以下一句告诉我们 怎么读书才会快乐呢 读书自在盛贤 非图科地 为官新存军果 起迹身家 今天我们在谈 怎样才能 走向快乐的人生 首先 目标很重要 前面讲的 你目标是享乐 不会快乐 你目标是 跟你自己 本善 信德相应 不是达到目标的时候 快乐 是整个过程 都是快乐 都是心安的 都是 生活在天伦当中的 包含我们 十年前 二十年前 能孝敬自己的爷爷奶奶 纵使他们已经离开世间 我们现在想到的 还是很欣慰 自己有抱这个恩 假如是外在刺激的那种快乐 是很短暂的 那个不是真正的乐 我们来 从这一句来思考 目标错了 却是得不到快乐 现在人 读书自在什么 学历 赚钱 功名 收入 真正的乐 不是向外求 向外叫攀比 一攀比 你有学历 别人比你高 你还能欢喜吗 而且现在人 为什么要高学历 薪水比较多 他又想赚很多钱 赚了钱还不满足 还有很高的权势地位 就一直攀比 这样的目标会快乐 这些东西好像现在人 越来越多 看起来不快乐 因为俗话又提醒我们 人比人 气死人 不是拿自己去跟人家比 连自己的另一半 连自己的孩子 全部都要跟人家比 这个光想都觉得 呼吸困难 还去做 人真的是自己找罪受 目标错了 因为只要向外求 这样的目标只会赶来什么 求不得的痛苦 所以读书不是自在学历 自在什么 自在智慧 自在明理 那这样的读书 越明理越有智慧 身心越来越自在 这是真乐 不是自在赚钱 是自在什么 自在可以回报父母 回报国家 还可以去帮助苦难的人 同样是赚钱 目标不一样 苦乐就有很大的差别 他是为了孝卿 为了利益国家人民 他在赚钱的过程是喜悦 他假如只是谋自己的欲望 那那个贪求是没有止境的 所以目标是决定了 整个过程是痛苦还是欢喜 包含追求功名 我要当大官要怎么样 假如是这样 你跟人家一比 看到人家升官会气得牙痒痒呢 但是假如我们不是自在 这个虚名 这些虚服的富贵 而是在哪 是我自在 所以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个 到底读书的目的在哪 我们要想清楚 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清楚 师长曾经到欧洲去 看到这些著名的汉学院 这些外国人学汉学都学到 可以当教授 领一份不错的薪水 可是他们把中国的圣费书当作古文化来研究 老人家很感叹 我们老祖宗鲁士道的经教是可以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 你把他当学术啊 已经把他的价值大打折扣 这是有过失的 当教授是一个教师呢 传道授业解惑啊 要不要齐家治国 这些大学问要给学生哦 不然你想那一份福报 却没有敬义务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哪有人只享福不尽责任 所以有一个流传的故事 当老师假如不能好好的 教书育人 好好的当灵魂的工程师 只是领薪水 都没有把做人交给学生 那是要堕十九层地狱的 所以现在人要清楚 享受福报的过程 同时有责任在身上 所以读书自在圣贤 谁是圣贤 各行各业 每一个身份 每一个职责都能尽心尽力做好 那他都是圣贤 像当妈妈是不是圣贤 周朝的三太 太太就是从这个典故来 所以他当妈妈 他就是圣贤人 有圣贤母亲 他有圣贤子孙 在商业 徽商 敬商 他都是把圣贤经教 用在他这个行业 在教育界 有师道 在政界有军道 在医学界有医道 张仲 景 孙诗苗 这些都是医学界的圣贤人 我们应该在每一个岗位当中 去例行经教 去在那个岗位 做很好的表率 做圣贤 这个就对社会国家 做出贡献来 那效法圣贤呢 从哪里效法 从他们的纯心 我们今天好像 都在复习了凡事讯 温固而知心 何谓爱敬圣贤 爱敬众人 即是爱敬圣贤 因为圣贤人的心 就希望 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们就从这里学起 人不读亲其亲 不读子其子 使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真的呢 让各行各业 让男女老少 尤其老人跟小孩 都能幸福 其实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什么 圣教要弘扬 让每个人都有正确的思想观念 都知道五伦八德 每一个家不就过上好日子 每一个孩子成长就健康了 老人家都得到子孙的奉养 所以李济学济说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所以这个时代 因为圣教比较衰了 所以假如是真正要从根本上 来立意昌生 最好的就是办教育 师长老人家一声讲学 影响的面非常广 包含在古代 像东汉的政玄 他有非常多的机会出来当官 所以他自在圣贤 自在利益众生 他不是要科地 不是要功名 不是要薪水 他是有志气的 几次要找他出来当官 他都退掉 他都用心学习 有机会用心教导他的学生 所以他当时候受他教诲的弟子 可谓成千上万 他是东汉大儒 他是非常有成就的经学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 十三经的著书 来自于正玄 所以他东汉离我们一千多年 他当时候坚持 讲学 教学 留下来的东西 还利益到一千多年以后的人 但是假如那时候 他把精神只用在当官 能不能影响后世这么远 就不行了 所以诸位家长 你们的孩子 以后走什么样的人生 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正玄是个很好的例子 师长也是很好的一个榜样 提供给家长 因为你们认知 教育的重要 你们自己好好学 带着孩子往这条路走 我相信往后马来西亚汉学院 会出很多当代的大汉学家 就从你们发现开始 这个正玄 他因为自在圣贤 他当时候跟他的老师马荣学习 这马荣讲课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 边讲课 在自己的旁边 在一个幕后 还得要几个歌迹唱歌 他边听歌 边讲课 几乎所有的学生 听听课就看看 看看女孩子唱歌 只有正玄从来没有看过一眼 因为他自在哪里 圣贤 他整个专心自治 不受丝毫的影响 所以立志重要 读书自在圣贤 非图科地 我们跟下一代立定了 每一步路都往圣贤的方向走 没有一刻是浪费了时间 下一句讲 为官新存军国 起祭身家 为官 在古代 是当官 代表国家 去造福一方的人民 受的呢 是皇上 君王之恩 那用在现代呢 这个围官 应该 广义来讲 是公务员 那我们想一想 公务员领的呢 是公家的薪水 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耳奉耳路 我们领的奉路 名子 名高 都是纳税人的血汉钱 我们要对得起 为官 心存军国 要念 君王之恩 要念国家 人民之恩 不能只是 顾着自己身家的 富裕 快乐而已 所以这一句 其实就是 教导我们 要忠君爱国 知恩 报恩 范功 就是很好的例子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居庙堂之高 择忧其名 在朝廷 为名谋福利 处江湖之源 择忧其君 这个君恩没有时刻忘记 所以 所以范功 他是真正做到什么呢 受想之惭愧 接受国家的奉路 享受了这个奉路 他时时知道 深 惭愧心 他今天 睡觉以前 他就会想 我今天付出 对不对得起国家的奉路 假如对得起 他睡得很安心 假如想一想 今天还不够努力 他整夜就睡不着 赶快早上很早起来 多去为国家付出 才安心 知想 受想 知惭愧 现在人假如没有这些 榜样给他看 没有引导教育他 还在 混水摸鱼 还在 占国家的便宜 工作少做一点 薪水 能 多摸取一点 这个就造罪业了 好 那 我们为观者 真正 忠君爱国 具体怎么做 在群书360当中 有四个 重要的纲 第一 历节 就是我们自己 成为官员 公务员的好榜样 这个就做出贡献 杨正 士之 天之 地之 你之 我之 他的清廉 给当时的政界 跟后世的人 都是最好的榜样 再来 尽忠 第二个纲领 是尽忠 尽忠我们就会想到 诸葛 孔明 鞠躬 尽瘁 死而后已 还有宋朝的 司马光 司马光也是 都已经 病得很重了 他还不休息 心里面就想 现在国家 还有四害 没有去除 其中一个是 西夏 还没有投降 还有另外三项 是当时候一些 需要调整的制度 他虽然病得很重 还很挂心 国家这些大事 朋友看到他越吃越少 就提醒他 哎呀 你现在吃得少 又做得多 很可能像诸葛 孔明最后 积劳成疾 就短命了 结果司马光就讲了 生死 命也 他自知度外 没想自己 后来实在 病入高荒 已经 有点不清醒 在梦中 讲出来的话 全部都是 国家的事情 所以这种尽忠 让我们很赶佩 第三是劝谏 因为国家领导人也好 或者单位的领导 他影响的面都很大 我们身为干部 都应该懂得 很好的去欠见 这个也要有智慧 也要有善巧 也要有柔软 不能态度太冲 像魏真在劝唐太宗 非常善巧 像唐太宗 太太去世了 放不下 还建了一个很高的 建筑物 每天爬上去 去看 他太太葬的地方 这样就会影响 他治理国家 有一天还把魏真 带上去看 看看 然后唐太宗就讲 他在看昭陵 这个魏真说 看昭陵啊 我还以为你是看县陵 昭陵是太太葬的地方 县陵是父母葬的地方 唐太宗也是聪明人 这么一听 我都只想老婆 只想自己的太太 不想父母 不是很丢脸吗 就下来 就把这个台子拆掉了 魏真也没有骂人 就很擅脚地把一个人的笑心提起来 而且提起他一个人的笑心 不要让他在情感当中还在那里沉迷 这个利益的是全国人民 有智慧劝谏 第四个是为国家举荐 为国家举荐贤 这很重要 包淑雅推荐管仲 他后世子孙十几世为明太夫 清朝的真文正宫 包含林哲学先生他们 随时都记录所遇到的人才 有机会就举荐 这样就能利益很多人民了 大家听到这里 以后也准备一个布置 记录遇到的人才多推荐 故事不能白听 最后首奋安命 顺时听天 为人落词 束呼敬言 首奋安命 每天日子都很充实快乐 首奋奋 敦伦敬奋 我们有什么奋奋 每一个角色都有本分 父慈 慈是本分 子孝 孝是本分 胸有 地公 君人 臣忠 我们是领导 爱护下属是本分 爱护人民是本分 臣忠 忠也是我们的本分 本分 夫益 夫德 长慧 又顺 朋友 有幸 这都是我们的本分 首的本分 良心 很安 所以安命 安于 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人生遭遇 不要怨天 不要尤人 尤其了凡视讯 都教给我们改造命运的方法 人之所以命运未好 不好 根源在心 要转 所谓以静制造 见形容 你照照镜子 看得到自己的容颜 以心制造 见吉凶 吉凶或福 是自己的心感召 不能怪人 所以真正了解命运 所遇到的不止不怨天 不由人 全部是可以自我反省 全部成为提升自己的真上缘 这个安命好 首份安命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顺时听天 顺时事 个人有自己的整个命运 运气 国家也有 团体也有 像现在我们中国 习主席上位之后 大力弘扬传统 这个征兆就是 整个中华民族 他的盛事要起来 要顺势而为 所以孟子说 你虽然有农具 你也要等到春天来 才好更做 你虽然有智慧 也等到好的领导出现 好的国君出现 可以顺这个势 多为国家做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有很好的时机 我们要把握住 但是要有实力 不然好的时机出来 我们跑进去添乱也不行 但时机还没有到呢 不要急 不要攀球 这样会自讨苦吃 所以林哲学先生说的 时运不济 望求无益 你现在还没有发挥的时候 赶快好好积累自己的德行跟能力 不然到时候真正机会来了 德行能力又不足 最后还去造业 不是去积功累得 那就很冤枉 所以真正有能力 上天自有安排 所以顺时听天 现在先不要去怀财不遇 怀财不遇也是 而生起一种怨恨也是错的 穷者独善其身 达者谦善天下 君子是无路而不自得 什么境界都是欢喜的 都是心很安的 不会抱怨 好的机缘 就让他水到渠成 瓜属低落就对了 所以顺时 掌握这个时机时事 听天 听从天意 寻天理 上天有好生之德 每天尽力去付出就对了 那孔子五十日知天命 我们知不知天命 这一生来干嘛的 你们都坐在这里 一起学习 你们是知天命的 首先知哪一个命呢 把下一代交好 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要认命 该尽的本分 再来还有一个 要把中华文化 承传 弘扬到全世界 这就是我们的天命 尤其马来西亚的华人 你们的英文 马来文很好 是很有责任的 那为人若此 树呼敬烟 一个人 做人 能做到 整部诸子 斯加格言 这些教诲 那树 树是差不多 意思就是 树呼敬烟 就是 差不多 也接近 甚至人的境界 这句话 也是期许我们 好好的 一句一句 去落实 物自报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置 顺何人也 予以何人也 有为者 亦若是 最重要是恒星 最重要是决星 能力不是关键 因为只要下了决星跟恒星 人本有圆满的这些潜力 就会慢慢出来 尤其中庸 告诉我们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时能知 几千知 果能此道矣 虽与弊明 虽弱弊强 人家一次会 没关系 我一百次 人家十次会 没关系 我做一千次 有下这样的决星跟恒星 愚昧都会变得有智慧 软弱 都会变得很有承担 好 那以最后 这一句 人一能知 几百知 人时能知 几见知 我们互相共勉 共同来承传自己的家道 共同来承传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智慧 那 诸子家科研的课程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也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心安康 和家平安 首奋安命 顺时听天 我们自在 顺险 不枉 此生 身为 炎黄 子孙 好 那 谢谢大家的 聆听 有什么 不妥当的 还请大家 多多批评 此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